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说一下注册制和财快责任的话题 其实在注册制实行以后 注册制实行你能保障注册制能很好的运转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什么 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以及它的年报、财报 这些需要的是啥 需要的是给公众公开透明 它不能造假 它对相关的这些审计 相关的这些律师 这些服务人员 它要有更多的责任 它要对公众真正的负起责任来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是第一财经 我们的题目就是讲 全面注册制下IPO因更强监管 证监会现场检查强化申报及担责 3月17日证监会发布关于2022年首发企业现场检查有关情况的通报 通报显示对共完成28家首发申请的企业的检查和处理工作 其中一家事先违规违法被移送及查 9家信息披露有重大问题 企业及5家职业质量有严重缺陷的保障机构 显示那个被处示警示函或书面几十 其余18家及中介机构呢 主要涉及属于一般性的问题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报道啊 审查28家 这么一说呢 被移送的干什么的 哎呀这个比例好高啊 知道吧 虽然是说我们说了加强检查啊 这个加强检查是说出来了 但是检查出的问题企业好多呀 那你这么一说 虽然说呢你处理对吧 这个好多时候啊 就是中国就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挺关心的 那个严肃处理 把酒一杯这样的 所以到底这个处理严不严呢 其实我们啊 也可以拿看另外的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呢 就是财政部对德勤和华融 依法做出行政局处罚 自2021年 财政部对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会计质量以及呢 及其审计机构得勤 还有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质量 展开了相关的检查 然后呢 检查处理的结果啊 我们可以看一看 你看嘛 他对于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给予什么十万元的行政处罚 对对于华融什么致员 给予十万元 对华融添泽给予十万元 给华融华侨十万元 就华融系的几个公司吧 都是罚款十万元 然后根据情节亲众 对于华融相关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签资的李某某等六名责任人 给予五万元罚款 行政处罚 李某等六名责任人 给予三万元的行政处罚 对于陈某等七名责任人 给予一万元的行政处罚 然后呢 另外呢是没收德勤北京封锁的违法所得 并处罚款总额两亿一千一百九十多万元 然后呢 德勤的相关的那个会计师呢 有两个被吊销了 以营业资格 看来这个报道 你有什么感觉 第一我们要感觉就是什么 那真的就是罚酒一杯 说的呢是按照会计法 但对于华融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他当首席的财务官 财务负责人 总会计师 年薪都是 两百万以上吧 再少他也不会少于大几十万吧 罚款十万 对吧 罚款几万 罚款一万 那不就罚酒一杯吗 对吧 然后呢 人家工资完了还有绩效呢 绩效给多少 咱们还不知道呢 对吧 人家那个外头罚了款 下边的公司发绩效 谁知道啊 这个款呢 就这么点 然后对于这个审计呢 没有具体说给人员罚多少 但是你看华融的 也说的很清楚了 顶格 对于这个公司就罚这么多 那那个对于德勤来讲 顶格也是啊 他那个关键是什么呢 两亿多是没收 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两个亿呢 你罚个十万的这个会计法 不是跟玩一样的吗 对吧 你就等于说呢 被抓住了以后 我原来 人家给我的 那个挣的钱 我吐出来了 就是了 或者说账面 给我的挣的钱 吐出来了 下边的潜规则 潜利益 吐没吐还不知道呢 对吧 你既然你这个 能刚有担当啊 能给我 帮我做假账 那么呢 下边审计 我肯定还找你 这里头有些特殊的一些故事 对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作用下 我们就看一下 前边证监会说 我们要 马上要重演 怎么怎么处理 移送急查 你看吧 这是急查的结果 发个十万 对吧 然后没收 违法所得 所以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 他对于这个 为什么这些假账不断呢 因为他那个做个假账 相关的审计 相关的财快人员 他担的责任非常轻 你要是让他担一个请假荡产 他可能就要想一想了 明白吧 他的这个责任啊 轻得很 就是中国现在的现状 而且呢 人家还说 你看这个外国的这个锁儿 好像很有信誉 你看这个德勤什么的 那就是四大嘛 外国的锁儿 一样干坏事 而且呢 这么讲 这次我们觉得 他唯一这些事 可取的是什么 他就是把外国的锁儿 也处理了 以前的话呢 一般急查干什么 对中国的比较严格 这个设外的嘛 就腿软 以前呢 对中国的比较严格 一听设外的 腿软啊 腿软 大家就很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对吧 那个 所以现在啊 中国市场呢 他原来他为什么 一定要审批制 审批制的时候是什么 审批人员 还有一道责任 虽然说里头腐败分子不少 但起码来说呢 还是多了一道把关的 你现在呢 你要是放开呢 其实这个财快人员的责任 我们的会计法 有时候该修订修订 而且会计法的 关键是你制定这些法律的人 老说制定的法律 要找行业专业人员 但是你要知道 行业专业人员 也是既得利益人员 你让他自己去制定这个法 去处罚他 责任很重 你想想 他制定的出来这种法 这才是这事很关键 有些时候的话呢 你不是外部人员呢 那事儿事儿就很难办 就像你像搞农村的 他珍强的话呢 在农村里头余了什么力 他自己呢 是有利益屁股的 那就是不一样嘛 他定起来就不一样 说起来呢 反正啊 高调都会唱 歌唱的都好着呢 但实际呢 到底怎么样 那实际上 你要不是行家呢 普通人啊 看不出来 就是这么个事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呢 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